如果各位是玩车的朋友 一定会知道这个东西 阿卡Provit 我为了拍这辆车 我去跟VPCM吵架 因为他们把这辆车安排到11月才给我 所以我接受不到 那么为什么我那么急着要拍这辆车 因为这辆车是马来西亚市场 最有性价比的钢炮 你没有听过 最有性价比 那么这辆车就是Golf R 因为它CKD的关系 在马来西亚售价它只卖333千 所以整体来讲哦 它真的是很划算 我刚才前面就有讲到这辆车很有性价比 因为它在马来西亚CKD 然后它价钱333千 要跟大家讲的就是 除了德国或者欧洲以外 马来西亚是全世界唯一一个CKD Golf R的国家 那么它在马来西亚的主要对手呢 是包括这个GR Corolla 还有这一个Mercedes AMG的A35 然后它们的售价呢 GR Corolla是355千 然后这个A35是343千 所以对比一下它的价格是最便宜的 可是其实它的Performance跟它的Spec 都比它们更强 很多人买FORCE VEGEN就是为了这个EA888 或者是EA211 所以FORCE VEGEN呢 它放弃这个纯电动化计划 继续开发内软机是正确的 那么这个Engine呢 其实我觉得是它跟其他两个对手相比 最大的不同之处啦 这个Golf R呢 它的2.0的EA888呢 最大马力表现是320PS 然后峰值率表现400Nm 然后匹配7速的这个DSG 然后它有这个Ovilride系统 它的Ovilride叫FORCE 然后我们再看下GR Corolla 其实GR Corolla我个人觉得是比较符合 那种Hardcore玩家的这个车子啦 因为它整套系统它的技术全部都是来自WRC 那么GR Corolla采用的是1.6公分颜的的3缸涡轮量引擎 所以大马力表现300PS 峰值率是370Nm 以一个1.6的Porbetween来讲 它整体动力表现不错 不过目前马来西亚的 GR Corolla 只有这个六速手牌可以选择 然后加上它的整体的设定其实是真的比较 Hardcore 一点点 所以我觉得那辆车跟 Golf R 的消费者其实是有不重叠的啦 然后接下来我就要讲到这个 A35 AMG A35 AMG 本身也是一台我很喜欢的车 那一台车也是用 2.0 公升的温轮增压引擎 最大马力表现是 306 PS 峰值 050 表现的话就是 450 Nm 如果是对比 Golf R 的话 那两款车其实它的马力都稍微逊色一点 但是它们瞄准的主权也不一样啦 A35 我觉得会买这样子车子的消费者可能就是比较 比较是那种 lifestyle 的 他们要那辆车很好看 设计很帅 然后要不错的性能 因为那辆车开出去呢 它是真的是帅 然后而且它的牌子就在那边 然后G Acura 我刚才就讲了咯 它是一个比较偏向 Hardcore 玩家的 而这辆车 我不是讲它不够 Hardcore 也不是讲它不够帅 但是这辆车除了 Hardcore 跟帅以外 它还可以兼顾到 Daily Use 除了 Performance Golf R 比它两个对手强之外啦 它的 Specs 我刚才有讲到它也是比较强的 那么强在哪里 首先呢这个 GR Corolla 呢 我记得它是没有这个可调式悬调的 然后 A35 我印象中也是没有 可是这一个呢 它就配备了它的 DCC 可调式悬调 什么是 DCC 就是讲哦 如果是讲你是切换这个驾驶模式的时候 它会跟那个驾驶模式来去变换这个悬调的软硬程度 如果平常开的时候我是开这个 Comfort Mode 所以一般 Daily Use 的话哦 其实啊你不会觉得它太弹调 但是如果讲你既然要下 Track 啊 还是你要去跑山的时候啊 你换去 Sport 或者换去 Race Mode 它的悬调就会有一个相应的程度去变硬 所以它会给你一个更好的支撑 这一点我觉得 DCC 就是有它的好处 这次就它两个对手都没有 不过 DCC 坏的时候也是比较贵一点的啦 所以大家就自己去拿捏一下啦 然后哦我跟你讲 如果今天我是一个 Golf R CPU 的车主 我看到这个 Golf R CKD 之后 我一定会骂 VPCN 为什么 因为这个 CPU 没有的东西 CKD 上面有 就是这个排气围观 如果各位是玩车的朋友 一定会知道这个东西 Aka Profit 这个东西如果是讲你自己去外面装的话 最便宜最便宜 我相信应该都要十多钱 虽然是这个 CKD 的 Golf 啊 它不只便宜 然后它还给你了 Aka Profit 这个声音真的是很够力好听 现在给大家听一下它的声音 作为一个视觉系动物啊 我始终都觉得这个内装设计 是没有人可以跟 Mercedes-B 的 尤其是这个 GR Corolla Golf R 跟这个 A35 相比的话 A35 的内装真的是赢到完 它的这个氛围灯啊 它冷气出风口的设计啊 然后它的质感啊 完全都吊打着两个对手 而且这个 A35 内装 它还兼顾到你日常使用的这个实用性 就讲还有很多实体按键 你驾车的时候 你要去开关你的冷气啊 你要调风量等等 都很方便 当然这个 Corolla 也是有啦 可是这个 Golf R 就没有 这个 Golf R 基本上它就省略了所有的实体按键 全部的功能 你都要靠这个 Touch Panel 跟这个出屏主机去进行控制 六路讲间 我在开车的时候 我要调冷气的温度 我只可以伸手去按这个 Touch Panel 其实这个 Touch Panel 也蛮难控制一下 这个老实话 它连这个声音的开关都是靠这个 Touch Panel 所以如果讲我今天在跑山的时候 跑到很近的时候 我想去调风量或者调温度的时候 就会有一个问题在这边 所以这个是我一直以来不是很喜欢 Golf 不管它是普通的 R-line GTI 还是 Golf 我都不是很喜欢的地方 但是我也必须讲 如果今天真的是一个玩车的朋友 它应该不会去在意这种细节 它要的是 这个 Steering 好不好抓 这个 Paddle Ship 好不好用 跟这个椅子好不好做 如果是完全这三点的话 Steering 好抓 Paddle Ship 够大 够帅 椅子包覆性很好 关于这个驾驶者的部分 它都做得很好 然后在车内的 Specs 部分 其实它也是比 A35 跟 BG Acura 更好的 因为 就算是 CKD 的版本 它还是有 Harman Kardon 我不是很确定这个 A35 AMG 有没有玻璃支撑印象 如果有知道的朋友 可以在影片下面留言提醒我一下 我从头到尾的影片我都一直讲 这辆车可以兼顾到日常的使用性 为什么我会这样子讲 你看这个后座空间的表现你就知道 它没有很大 对 它真的没有很大 可是对比 A35 跟 G Acura 这个后座空间表现 绝对是可以载人的 你如果你是前面载你的女朋友 后面人载你的岳父岳母 我觉得他们坐后面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而且后面的这个发泡棉其实也很软一下 所以坐下去舒适定是有载的 然后整体的这一个坐姿 我觉得虽然讲不会到很宽 可是坐下去是舒服的 这一点就比其它两个对手更强了 尤其是这个 G Acura 的后座真的是很小 所以如果你真的是你要考虑到 你平常要开这台车去上班 然后你要考虑到你要载你的家人 或者载你朋友等等等等等等 这个空间表现 这个舒适性是OK的 而且哦 它的后面冷气的出风口竟然还可以调温度 虽然风不可以调 但是可以调温度我觉得就不错啊 OK啊现在我就来试驾这个 Golf R 那么在影片的一开始我就有讲到嘛 这辆车我是拿来当 把它跟这个 GR Corora 还有这个 A35 AMG做一个竞争对手啦 那么其实我觉得这辆车整体的表现是最均衡的那款啦 G R Corora 的部分呢那辆车handling真的超好 可是你就要有一个很好的技术 你才可以去把它发挥出来 因为那辆车就是为那种硬派驾驶所打造的 而A35 AMG呢它就是一辆很快的豪华车啦 那么这辆车呢就是可油可甜 就是它可以满足两派人 就是既然你驾驶技术很好的话呢 你可以很enjoy这辆车的这个加操控表现 那么既然你的技术可能跟我一样就是 可能略微比普通人好一些 然后还没有到赛车手的技术的话 那么这辆车其实也可以满足你的需求 你看啊 该我那些过弯的动作 是不是很流畅 这个很流畅的过弯动作 其实我觉得它很假一下 我为什么会这样讲 不是讲还不好你知道吗 就是讲今天这个4Motion系统 它跟这个Golf R的这个车身动态稳定系统 它跟ABS做了一个很好的配合 就是它计算好你每个过弯的动作 它不会让你失控 然后它把这个车辆的车身动态修正到很好 所以你不会觉得讲这辆车有那种蠢蠢欲动啊 尾巴要飘一下飘一下那种感觉 如果是GR Corolla的话它就会有 可是这样的东西不是讲它不好 就是如果像那辆车很有个性 然后它的车有那种蠢蠢欲动的感觉 那么你在开这台车的时候呢 就要很focus去跟这个车子做一个对抗 你要拿回那个车子的主动权 而不是让车子带着你走 而这样子的做法咧 就是你开完车过后 你一relax下来你整个人会很累 所以我平常每次如果有个朋友他们 可能去跑山的时候 我驾那种很有个性的车 我整个人是很累的 可是这台车呢 我是从星期四开始拿车 然后开到今天是星期天 然后现在是六点半左右 我不会觉得我有疲累的感觉 就算我今天是用一个很激进的方式去驾它 我完全不会 反而这辆车是给我一个很enjoy 很relax的感觉很chill 这个就是因为它这个full motion 把整个车身control到很好的关系 所以今天就算你是一个新手 你去驾这辆车 只要你不要太过分 你不要在进弯的时候 160扫完啊 然后车身hold不到啊 基本上它很少会让你有出意外的可能性 然后车子都是under control的 这个就是为什么我讲它的full motion很假的 但是不代表它不好啦 其实就是我觉得开起来就是你们很relax 很chill真的 然后第二点就是这个Golf R的engine 就你这只能不要开玩笑 320PS 2.0 Turbo 虽然偶尔在一些状况下 你还会觉得它是有点Turbo lag的 可是它的动力表现是真的可以让你很爽一下的 那么我刚才就从这个云顶 我上Batangari 再从Batangari 下来一下走Vruyam回家 它的这个动力表现只是偶尔会让我有时候觉得 变速箱的这个反应有点点慢 尤其是我现在是在这个Sport模式下 它的反应是真的有一点点小慢啊 不过overall 仰是可以接受的 那么这辆车还有一个我很喜欢它的地方 就是在它的这个DCC啊主动式悬吊 如果这辆车你今天是买来 你要daily或者是recamp稍微就是 热血一下的话它可以的 完全没有问题的 我这几天我开的时候 我基本上就叫Comfort Mode 它就是显示一个E 那么这个DCC的悬吊 它就会比较有软一点点 就是比较有人心一点 弹跳还是会有 你还是feel的到它是这一个运动车 但是就不会到不舒服 所以如果是用这个Comfort模式 在一般日常驾驶下问题不大 那么呢我现在是开着Sport模式下 就你就可以很明显的感受到 这个Suspension是比较硬的 就弹跳会比较明显 悬吊变硬之后呢 就是在你在弯道的时候 它给到你车身的支撑会比较好 它不会有很明显的Body Road Body Road一定会有的 但是它不会到不明显 不会讲 稍晚有这个车子hold不hold得住啊 那种感觉 不会 所以我很喜欢Golf R就是这个点 虽然讲啊 我之前我在我的影片 或者在我的文章里面 我很喜欢说完FORCE Wagon啊 就是讲它的Service贵啊 又或者讲它的这个DSG很容易坏啊 可是像FORCE Wagon这样子车款哦 你开过之后 你是真的会被它的魅力所吸引啊 然后我讲到这样 我讲到这样子好像没有缺点 这样营幕前的朋友应该会讲 哎呀又是FORCE Wagon给你钱 让你做这个影片了啦 没有 没有这回事 FORCE Wagon Golf R现在是卖的非常好的一款车 甚至可以讲是FORCE Wagon Malaysia 现在这个VCM啦 它们的拳头产品 还有很多人在等车 根本交不出车 他们根本不需要去Promo这辆车 而这个也是我去跟FORCE Wagon吵架的原因 影片的一开始我有讲我跟他们吵架 就是为了这样子 其实是真的没有开玩笑 因为我讲我就是要排这辆车 因为这辆车给到你的感觉 我觉得真的是 我觉得我作为一个喜欢车的人 我不要讲我是车评人啊先啊 就我是喜欢车的人 我觉得我遇到好的车子 我要跟大家分享 我要跟大家讲这辆车好在哪里 这个是我觉得我应该要做的工作 那么这辆车今天它 Overall的表现是真的是好 那么我就必须跟你讲好 我不可能鸡蛋里面调骨头跟你讲 啊这辆车的Suspension太硬啊 不舒服啊又或者是很刺油啊 Performance Car呢 Suspension硬是一定的 然后刺油也是一定的 但是对于会买Performance Car的朋友来讲 这些都不是缺点来的 当然你硬硬要我讲它的缺点 我觉得它的缺点可能就是 这个轮胎的噪音有一点点大啦 这个大到让我有点小小的难以接受 哈哈哈哈 不过Overall来讲 这台车我还是喜欢的 然后这台车咧 我觉得也是目前Forcewagon的 这个产品线里面最值得买的那款 现在Forcewagon在马来西亚的车 其实不多啦 就是有这个T1 Oldspace 然后有Golf GT-R 有Golf R 还有这个Toret 我觉得Golf R是最值得的 因为之前的那个价格 跟现在的价格相比便宜要 10多万 然后还给你这个Aka Probit 然后整体的性能没有三件 组装也没有差 然后还是给到你一个很愉快的驾驶感受 我其实很认真的讲 这一台车 你今天真的是30多万的预算 然后你也做好心理准备去 那种Maintainment 比较高的性能车的话 这辆车真的是可以入手的 前提是你要等得到啦 因为性能车仰起来是真的是比较贵一点的 然后它跟它其他的竞争对手 相比Performance 赢 操控可能不相上下 然后Spec 也赢 尤其那Aka Probit 二三十千里真的是值回票价了的 然后我现在就跟大家分享一个 我很喜欢这辆车的点啊 就是这辆车的整个的进弯动作 OK 弯道前 我稍微收点油 出弯补油 trap 行云流水一下子就出去了 很快一下 所以不是讲 其他车做不到 其他的也做到 但是可以做到这样 relax了呢 我觉得Golf R 应该是前三名了啦 这个就是我很喜欢它的原因啦 当然Well Forcewagen 之前在马来西亚 就是可能有一点点黑历史啦 就是讲它的after sales啊 等等等等的问题 可能导致一些消费者 对它的心心不够啦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大家需要考量的点啦 我真的也不可以跟你讲 它全部都好 这个after sales的部分啊 maintainment的部分 都是大家比较需要去留意的 但是如果以一台车子来讲的话 它good OK 啦 这个就是我简短的新车介绍啦 希望大家会满意这一次Golf R 的试驾分享啦 当然啦 这辆车是很有性价比 可是我还是必须要提醒各位啦 不管你是买到怎样的性能车 记着它是性能车啦 它的保养费用其实都不会带低 就例如讲它的engine oil要用好的 然后它有一些硬件 可能你时常去lap它的话 它也会很快的损坏 更换也是要钱 就算是打油都好 你都要打97或者打100给它 它才可以维持那个很好的performance 所以叻 要拥有一辆性能车是不简单的 可是叻 我还是必须要大推各位 这个Golf R 是真的一款很有性价比的钢炮 我自己很喜欢 相比起GTI呢 GTI 我自己觉得就普普通通 可是这辆车是真的是会让我爱上的车 尤其是这一次我深度试驾之后 这个也是为什么影片的一开始我讲 我跟Forceway跟吵架 我都要把这辆车插队 拉出来拍给大家看的主要原因 它真的是很划算 Aka Provid Harmond Kardon 音响 Fall Motion 然后2.0的320p Engine 等等等等整个package下来 真的是很划算 而且听讲现在 目前有很多人都在等这辆车 因为原厂的production是有一点慢 可能一个月的产能不是很高 导致全部人都在排队 所以这个就是它最大的缺点 如果你问我它的缺点就是等车等太久 如果它的产能可以放开的话 我相信呢 Forceway跟Golf R CKD 一定会是很多人的首选钢炮 如果是你的话你会怎样选 可以在影片下面留言给我知道啦 好啦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Golf R的影片内容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一下 我希望下期我们可以拉A35 4Matic 出来拍 再见 展面 展面 来了 展面 这 展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